而在台中风源这边出现了一位不负责任的父亲呢 他居然就离家出走了 丢下了三个只有一岁 三岁还有四岁的小孩 而妈妈为了照顾小孩没有办法工作啊 一家人就这样子坐吃山空 奶粉罐都看到见底了 而冰箱也只剩下像是红萝卜还有空心菜等等 现在呢小朋友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之下呢 还好他们遇到了好心的远景 掏腰包捐助了两千元 而现在呢据了解社会局也已经介入来协助了 小妹妹的晚餐是社工中午送来的便当 去了太极 饭力真的满脸 实在是没办法 真的太饿了 打开冰箱 酒 红萝卜 空心菜 月饼 再加上仅存的一些米 就是全家所有的存粮 家徒四壁 没有尿布和奶粉可用 四平大的房间要住三个小孩 以及两个大人 真的太拥紧 而他们的爸爸在一个星期前突然一去不回 更因为亲家案被通缉中 小孩都给前妻教顾 奶粉罐一度建立 分别九一岁三岁以及四岁 正在发育的小朋友 惨到连奶粉都没得搁 他说他不管小孩子 他也不要管那么多 他没办法管那么多 很生气啊 你都出现 出现在我面前 真的很想打他 三个小孩的爸爸到底哪里去 你家疏走 弃家人于不顾 实在不负责任 还好派出所警员自套腰包送2000元印籍 才解决这一家园的燃煤之籍 记者黄炯银台中采访报道